十二市政府为准备就业的七年举办了一场求职博览会 近年来南韩企业减少招聘新员工 就算要找人也倾向找有经验的求职者 像白纸一般的新鲜人对工作前景感到茫然 青年们感叹就业准备时间越长 经济负担就越大 南韩年轻人暂时工作不好找 就算找到工作待遇也不一定好 许多人干脆多兼几份打工 这样的斜杠青年成为趋势 南韩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第一季曾经从事副业的就业民众 同比增长了22.4% 达到55万2000人 南韩政府分析斜杠组的增加 和以外送员为主的平台工作有关 但专家认为这是因为物价飙升 上班族在本业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基本开销才会减作副业 统计显示15岁到29岁以及40多岁族群的斜杠组增加最多 不过斜杠对收入增加影响不大 南韩劳动研究院今年1月发布报告指出 从事斜杠工作的月平均收入是294.7万韩元 折合约7万台币 相较于专注单一正值的人高输21万韩元 折合约5000台币 但换算成实薪只有300台币 比单一正值低了377台币 斜杠组看到待遇优务的大企业只能羡慕 南韩LG集团最近重新整修了 位于首尔的双瓷塔总部 依据先前调查的员工意见 将重点放在休息 健康管理以及便利空间 最吸引人的是这个健身中心 摆满最新器材 工员工在上班前后和午休时间来运动 为了满足不同口味 LG电子总部的员工餐厅 还进驻了13家餐厅和4家咖啡厅 三星电子为了加油婴幼儿的员工 在全南韩的分部设立12间幼儿园 减轻员工育儿负担 现代集团在经济道的研发中心 也开设公司内部幼儿园 最晚营运到晚上10点 让员工不用担心赶着下班接小孩 南韩大企业福利优渥 也成为部分南韩青年的求职首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